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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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一項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的車型 終於看到了新敵決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省油冠軍 在今年 最行的一台這個 通勤車之一 那我們來看一下 S1的DY 這個氮氣避震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呢 因為新敵決 它的避震器是屬於 單避震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從側面來看一下 它的避震器其實 沒有很斜 我們看一下 它的斜度沒有很斜 已經接近直的 避震器越直 事實上呢 它 你騎起來真的會比較偏軟 比較Q彈 但是當你的避震器稍微 越斜的時候呢 基本上 比較偏向運動風格的車才 會比較斜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它的話呢 以受力的角度來說呢 如果是相同避震器的話 你這個角度會比較軟 這個角度呢 同一支避震器的話 你擦斜的話 它會稍微硬一點點 然後這個是 原廠設計的問題 可見呢 新敵局來說 它還是比較屬於這個 上班的 通勤的取向 光看避震器的設定的一個 方面都製造了 當然像我們可以參考一些 之前的舊款的車型 像馬車250 它就是滿直的兩支 那相對的它是比較偏向 以舒適性為主 那像 近站的話呢 我們知道 它就稍微比較斜一點點 有這個地方可以稍微看出一下端倪 那新的敵局呢 在避震器設定方面呢 我們看一下三兩其實還蠻用心的喔 以前呢 避震器都會藏到很裡面 譬如說藏到空域 空域這邊挖一個孔 藏到裡面去 但是呢 以新的敵局來說 它在避震器上使用呢 空間呢 就非常餘裕的 當然 我們看一下 只要是單避震 應該說單槍沒有跨屏的 幾乎應該都可以直上沒有問題 它前面呢 一樣是從裡面鎖 我們看一下 比較不能直接開啦 因為它故意在這邊做一個 小小的一個防盜 那它還是基本上呢 比較 這個 偏向於稍微的一個防盜 事實上要拆 這個避震器的話 還是要拆馬桶 然後 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因為它後面還是有一個馬桶的空間可以擋住 那 DY的避震器呢 我們知道 DY在比賽場呢 它是一個王者的一個品牌 尤其 尤其 DY在避震器 或是它的CVD Star 或是THC的布品呢 都是在比賽場 都是 數一數二的一個商品 那DY一向以非常經濟實惠的價格 然後呢 即使在現在萬物接漲的時候 DY其實呢 真的都沒有漲價 應該說 它的價格還是非常的非常的這個便宜 非常的這個實惠的價格來提供給所有的車友 這一組呢 是S1的一個後避震器 然後呢 它是針對於 當然單槍可以製作 雙槍可以製作 但是呢單槍化其實是真的非常超值 它的定位設定有點像在 GJMS的GP2的一個感覺 一個設定的一個價格帶 是差不多的一個範圍 那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呢 他們也是採用了這個氮氣設定所製造的這個設定 那這個是油氣混合的一個設定 就是說在裡面 我們想像裡面有一個活塞 然後裡面有油 那油流過油道的同時 裡面還有做氮氣 做一個填充 為什麼要使用氮氣呢 因為氮氣是最便宜一個惰性氣體 所以它在避震器在我們運動做動的時候 你剛騎一個路面 事實上它是隨時隨地都在震動 都在震動的 它不會 避震器基本上呢 它不會非常減少的產生熱傳遞 以及它的可壓縮的一個 不會像空氣這麼的大 所以它應該說是 工業上應用最廣泛最便宜 從大溪中就可以取得的一個惰性氣體 所以廣泛的可以運用在各種的一個 不管是傳播 船舶啦 航空啦 醫療器材 它就是最便宜的惰性氣體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或者是說像船艙的 再危險物品啦 汽油啦 壓艙啦 甚至像各位在路上所看到的油灌車 裡面都是灌氮氣 因為它是非常穩定 它也不會起火 不會燃燒 等等的 那當然這是題外話 那 這組的主要訴求就是 經濟實惠 然後它是油氣混合 它是真的有灌氣 所以說你如果發現有一個氣嘴頭 現在可能看不到 在裡面的話 你千萬不要去把它放鬆 那氣一定會跑掉 那個跑掉不是你用壓縮空氣 什麼打腳踏車的那種都可以打 因為你打進去的是空氣 這個裡面關的是氮氣 所以不一樣的 那調整的段數大概是在20段左右 那20段左右的話呢 這個往我左邊的方向條 是不是 應該說回彈變快 往右邊的話是回彈變慢 那相對你的體感呢 就是往左的話呢 往左的話呢 你的體感就是會變軟 往右的話你的體感就是會變硬 那20段左右可以調整 你說 以日常生活來說 換一組迪巴尼後避震器 實在是非常夠用 有時候甚至你要在乎較重的東西 那如果說你要更換的話 那當然以這個 CINDYG來說 他還是偏向於說 單支的話 他盡量不要去選掛屏 不然你後面會去 會去要 必須要切啊等等的一個情況 否則你就要做下置的掛屏 但下置掛屏的話 可能也會有機率交到 因為車子在震動的時候 他這邊可能還是會磨到 所以呢 S1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不錯的選擇 那DY的品牌 你不用擔心 他絕對是國內 數一數二的一個品牌 那喜歡朋友們可以贊好 後來賣個掌握機密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